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再次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看到這次整個美國跟中國的 這些相對應的許多的一些衝突事件 讓大家當然不斷 一直在反思說東西方 本來文化就有許多的一些差異 甚至看到美國某些的一些現象 中國很多人都說 對啊 這個美國的民主 或者是歐洲的相關的民主 好像也不一定是我們所喜歡的 中國應該有中國的文化的一些樣子 當然引起許多中西的一些討論 當然藉由最近的一些議題 從美國的選舉 產生對中國的一些探討 或者看到香港議題的處理 再再多讓我們重新來思考 我們在談到這個東西文化所產生的一些部分 到底中國的這些相對應的部分 難道都文化都沒有相對的問題嗎 我覺得這值得好好來做一些檢視跟討論 今天我們很開心再次邀請到我們香港作家 陶傑老師來連線跟我們來接受訪問 我們先請陶老師來跟大家問候一下 陶老師您好 你好 你好 是 老師我想我們就回到剛剛的題目了 因為我想本來當然每個地方的文化 風俗都不同 哪怕是一個顏色 有些國家用紅色洗氣 有些國家用紅色可能是一個 不好不吉義的部分 這都就是文化上的一些差異 我們也很討厭這個強加 用各自的一些文化強勢去做印象 不過當然回到我們在談中國的一些相關議題 您有提過這個中國現代化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你用為失敗的一個原因是說 中國沒有知識分子 我相信很多人會挑戰說 中國沒有知識分子 中國這個科學相關的論文發表 已經超過美國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從這個SCI的這個論文數來說 幾百萬篇 這個已經在全球都連續9年排第二 你怎麼會說中國沒有知識分子 當然我覺得這值得您好好來跟大家說 到底為什麼叫做中國沒有知識分子 特別的部分是您又把知識分子 跟士大夫這部分認為它還是有點不同 因為傳統我們知道 我們會說士農工商是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士大夫跟所謂的知識分子 你認為還是有些差異 是不是可以麻煩您幫我們評析一下 首先您剛才說當然在中國 在這個海外的這個華人當然有很多 在這個科技方面做得非常的優越的這些 但是這些是不是知識分子呢 廣義上來說他們算是 但是他們其實是知識的專家 所謂的知識分子我們廣泛地認為 就是從這個英文 intellectual翻過來的 這個intellectual又從哪來的呢 是19世紀末 俄國在沙皇時代 有一批的這些知識分子他們坐下來 他們除了自己或者是工程師 也許是醫生 也許是其他的什麼科學的專家 也有的像托爾斯泰一樣是作家 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 在他們專業以外的理念 就是要關心社會 就是要看到社會有這麼多 受壓波的 勞苦的大眾 來怎麼樣來改善社會 廣泛存在的這個不公平 而且還討論我們作為專家 是不是能夠超越 我們自己的專業領域 用我們在尋求知識的過程中 學到的科學和理性的精神 來改善這個社會 那麼你光有知識 比方講你在長庚醫院裡頭 當一個外科醫生 但是你不關心這個 比方講這個台灣原住民 他們這個歷史上的 一些受壓波的問題 那麼你只是一個醫生專家 還不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是不是 所以這個又回過頭 我說中國要麼就是另一個極端 士大夫 士大夫是從科舉 去讀孔孟的這個儒家的這個理論 來上去的 如果我們一直從這個唐朝到清末 他們懂的就是中國文科的東西 儒家倫理 道德經 再加上一點佛學 但是他們又缺乏科學的訓練 所以為什麼到20世紀初 胡適之先生從美國回來 他就在武士運動提出 科學與民主 因為他看得出中國這個科舉 這個1000多年是培養出那種訓古的 那種在古書堆裡去考證孔孟儒家 這一句話怎麼說 那個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些就叫士大夫 他們缺乏科學的 或者是像西方的理性的精神 所以這個要把中國的士大夫 變成了一個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 必須有其他的價值觀 並不是說你到哈佛去念了一個PhD回來 然後就做你的官 或者是做你這個台大的什麼系主任 就夠了 我這個每個月的薪水不錯 買了房子就夠 這是不夠的 所以中國的這個知識分子 這個很薄弱 只有一百年的歷史 而且一百年來只有 從大概明初到1949年 這大概38年左右 30 40年的這個歷史 我們看到這個像胡適啦 甚至是共產黨的陳獨秀啊 李大釗啦 或者是後來來了台灣的這個 英海光啦 雷震啦 他們是非常罕有的 在中國科舉制度結束以後 然後這個民國憲政在建立以前 或者是建立的過程庸陷的 有西方的寬容 理性 科學 精神 和這個關懷社會的各樣的特徵的 知識分子 這個是曇花一現 在這個五四的時候大批雍線了 但是後來也去了一批到了台灣 因為遇到這個雷震事件 被蔣先生的這個國民黨給壓下去 威權啦 但是這個民進黨裡頭 這個美麗島事件那個 劉日的那一派 和台灣本土的那個 又承接了這個知識分子傳統 所以才有這個80年代 美麗島這些的黨外的抗爭 是不是啊 但是這個台灣的知識分子這樣蔓延之後 他必然就變成一個本土的 台獨的意思 慢慢就跟蔣先生代表的 大陸的傳統建制的 甚至有帝王特色的威權 就分道揚鑣啦 那麼大陸經過反右運動 胡蜂 整蜂 然後文化大革命 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又被共產黨 或者是新中國把他給全部整死了 所以到了今天呢 我們看到有一點說國僅存的 像蘇小康啦 像那個跑出去的劉冰宴啦 他們或者是方麗芝啦 方麗芝是個物理學家 但是他關心的是社會學 那麼這些知識分子在海外還有一些 在大陸也有一點 但是現在他們不能說話 所以到了今天是我們在看到美國 美國是知識分子 知識精英長了權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特徵 知識精英不是神仙 不是聖人 我們不要對他們做出過分的膜拜 因為從這個托爾斯泰到沙哈羅夫 還有這個我們電影裡看的 習瓦哥醫生 日瓦哥醫生 他們是在威權之下 在作為反對派在野的時候 他們的情感 他們的理想是最純樸的 但是到了今天我們看到在這個 2008年以後我們看見這個美國 歐洲基本上是他們西方知識精英掌權 而且鞏固了權力的時候 所以今天看到我們這個拜登 他被指不配做總統 他家族拿了錢 而且跟這個華爾街跟美國的高科技 工業勾結 是知識精英掌權以後 以知識精英的方法 或者是以他們的特徵 一個墮落和腐敗的過程 就是錢跟權力的勾結 所以他們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 這叫知識傲慢 Intellectual Arrogance 所以這一次在美國的這個拜登勝選 這一次完全體現出來 所以他們變成了人在人民的對立面 而不是說他們在托爾斯台 沙皇的時代遭到壓制 沒辦法享有言論自由 他們出版書 出版這個報紙 然後去為人民 勞動人民去發聲 但是他們今天已經當了統治者 所以你們看到他去封這個推特 他不讓這個川普發聲 他不讓那些激烈反對民主黨的 這個這些人發聲 當他們看到真正另一批 另一波的人民去佔領國會的時候 他們忘記了2008 他們自己去佔領華爾街 他們忘記了2個月以前 他們發動這個黑命貴 在20多個城市發動暴動 所以這個赤裸裸的他們那種統治者的 墮落的或者是這個帝王的嘴臉就露出來了 所以輪到他們來壓制反對的聲音 我們看到這4年是川普領導這些針對 制食傲慢統治階層的反對的聲音 在美國其他的各階層 像農夫 事業的工人 還有軍人這些 真正是像中共說的工農兵 但是現在這個制食精英 華爾街 財經集團一勾結又回潮 浮批到這個奧巴馬的時代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美國 淪為一個被人說是像委內瑞拉 這種拉丁美洲的國家選舉拙避 當然有拙避 他們現在就說 我們美國民主是不會有拙避的 這個你相信嘛 等於說共產主義的社會是絕對平等的 現在他們用同樣的謊言 來鞏固他們這個腐敗的這個權利 慢慢就會走上 自食精英的威權時代 所以這個是美國一種新的現象 新的狀態 是非常值得全世界關注的 是 剛剛老師剛剛提到的部分 的確可以讓大家比較深刻瞭解說 所謂的知識分子 倒不是一個所謂的 你在某些專業具有某些知識 說我們博士 我有中國那麼多博士 美國也一樣 他們可能在現在許多的一些 專業論文的部分 在世界上產量非常的多 很多高科技的內容都從這邊來 但他們真的有所謂的 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嗎 我想值得來做一些思考 另外老師在過去的文章 也有提到有關這個文革的事情 因為當然大家知道 毛澤東發起這個文化大革命 但他產生了許多的一些 到現在當然大家都願意說 那是一個浩劫 但大家就說這個只是毛澤東 就能這樣子嗎 如果沒有比方說民眾 如果沒有這些所謂的 我們談到的這個 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所謂正確判斷思考 或者沒有勇氣道德的 這樣的一些民眾 是不是他沒有辦法把這部分的事情 就變成更加的一些擴大 產生現在在我們在檢討起來 是一個非常慘重的一個 所付出的中國的一個代價 老師當初為什麼會這麼講 要不要分享一下 因為中國的文革是一個非常 是一個一場大的浩劫 我們都知道 那麼他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49年以後 毛澤東當權就在知識分子當中 提倡這個整風 思想整風 首先他就批判一個 《紅樓夢》專家叫俞平博 那麼為什麼要從《紅樓夢》 這個開始呢 因為有一個年輕人叫李希凡 他從無產階級的馬克思的角度 來重評《紅樓夢》 那麼俞平博不同意 然後毛澤東就少有就介入 說俞平博是錯的 那麼這個用這個馬克思的觀點 來看這個《紅樓夢》 這個年輕人是對的 那麼然後就從這個 一個知識分子入手 然後叫再把魯迅的接班人 留在大陸沒有去台灣的胡鋒 把他給揪出來了 因為那個胡鋒那個時候 針對新中國的文藝政策 他寫了一個意見書 但是毛澤東就說 這種是小資產階級的這種的表現 他其實是借題發揮 所以這個胡鋒就是把他牽連了 大概有2萬人 胡鋒就把他牽連了 大概有2千多個知識分子 受到嚴重的迫害 而且最惡劣的是 要其他的知識分子 像留在大陸的巴金 曹瑜 甚至傅雷這些人 去冰心去一起參與批判胡鋒 這一下子就把留下來的 知識分子的尊嚴 或者他們的這個地位 把他們一下子給摧毀了 然後就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 那個反右運動就不只是 針對這些有名的作家 而是全國範圍內所有的知識專家 包括你學水利的 學物理的 歷史的 然後你在原單位 原大學叫你提意見 提意見以後就一網打盡 然後就各個標籤 他們的孩子不能上大學 然後到了最後是文化大革命 是越來越更激烈 那麼這麼一下子就把中國僅存的 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的種子就摧殘之盡 那麼另一方面在台灣的胡適留下來 他的日子也不好過 因為這個英海光 我們都知道這個雷震 他們是想在國共以外 是不是能夠成立一個第三勢力 組織一個知識分子為主的民主黨 關懷社會呢 結果這個苗頭也被壓下去了 所以到了這個文革以後了 中國不只是沒有知識分子 而且以前士大夫的這種留下的儒家的 這一點點的意思都沒了 因為毛澤東跟著又掀起了這個反恐 對不對 所以你以前在這個 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已經很可憐了 他們從來沒有執政的機會 他們跟後來的美國的奧巴馬不一樣 奧巴馬 克林頓 拜登 這是知識分子執政 而且執政時間過長 而且跟美國的華爾街席谷勾結 成了一個金權的壟斷集團 但是中國的士大夫 從來是在皇帝身邊當建官的 像岳陽樓記裡頭講 這個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名 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 那麼他上面從來就有一個君在上面 下面就是人民老百姓 所以就這樣 他在當中這種這個sandwich 這個三明治的階層 本來就已經不能夠發揮 他們讀書的報復 在經過文革的時候 連他們一點點的尊嚴都被壓碎 所以到了今天這個地步 中共自己都說道德真空 信仰真空 那麼他們用什麼樣來填補這個真空呢 他們用自己的法子 這個跟10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 他們提倡的科學 民主 自由 這個是完全兩回事情 是 所以剛剛當然 聽到老師這樣的部分 大概也可以瞭解 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那個有知識 良知的這些知識分子 大概都是任何國家 其實我們持平來談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台灣也有 台灣民主的正常政治 雖然是我們選擇的一個政治體制 但它有沒有問題 它會不會變成是 我們常講原來這個參政是製業 後來變職業 當越多參政的人把它當職業 它就形成了一個政治的產業結構 後來就不純粹了 也有人藉由民主這一個利器 然後有心人就為所運用 這就是我們所看到 在民主制度裡面 還是會產生的一些相對應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您也一直 這部分您有寫了一篇這個 無歷史狀態的美國式傲慢 我覺得無歷史狀態還滿有趣的部分 這個老師要不要談 為什麼你們會寫這篇這個文章 針對這部分會有一些感觸 因為當然在談到 當然一直在談文化 我們剛剛提到的一些衝突 是不是請老師 也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美中關係 這個外交 很多美國人他們自己也醒覺 從這個抗日戰爭到現在 美國一直吃虧 為什麼 我們看到40年代 美國第一代中國通費正清 他們就派著這些記者 或者他們的學者跑到延安去考察 那麼看見延安毛澤東就對他們說 毛澤東的偶像是美國的華盛頓 毛澤東希望在中國建立 像美國式的民主 美國人很天真 聽了這個話就很高興 而且不要忘記在40年代 30年代美國 英國 歐洲 都興起一股對左翼社會主義的幻想 而且是史塔林在這個蘇聯 建立集體主義公有制以後 美國的跟英國 歐洲的知識分子 因為他們不知道真相 他們覺得或許蘇聯的模式 是一個比較公正理想的人類的 生活的模式 所以再加上這種背景 心理背景 非正清的知識分子跑到延安 就對毛澤東代表的農民 這個階層就有一點的同情 我們看到美國的那個時候的 女作家 曬珍珠 以這個中國北方 這個農村的貧苦生活為題材 曬珍珠也是一個liberal 自由派的作家 但是這些人的眼中 他們看到中國是比較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懂得中國3000年的歷史 因為美國立國的歷史只有200年 他們是從清教徒離開這個英國 蘇格蘭來到美國去建立自由的 建立他們自己有信仰自由的 一個新的國家 他們不可能理解中國從勤死亡以後 這個法家的這個統治階級的那種意識 所以這個美國一直以來漢學家 對中國是一般是一知半解的 因為為什麼 我也不怪他們 因為人的一生很短 你要在美國讀漢學 你要進普林斯頓 耶魯 你本身在中學要讀的功課要很多 你除了自己如果是個白人 你要讀好英文 拉丁文 還有一兩文的歐洲語文 然後你再從頭學中文 從頭學中文你就學到這個日常語言 是不夠的 你要學中國歷史 學中國歷史你又不夠的 你要瞭解中國歷史 儒家 法家 道家的來龍去脈 然後你才懂得 中國人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然後你要瞭解中國歷代的 這個改朝換代的人物的細節 比方講你要對曹操 對朱元璋 洪秀全這些人 毛澤東這些人有深入的瞭解 比方講你怎麼比較這個曾國藩 跟這個蔣介石兩個人的思想呢 你哪有這麼多的時間呢 因為你要具備要大量 中文非常好 而且要對中國的歷史跟哲學 都有一定的知識 認識 然後你才能夠把 為什麼中國3000年能夠孕育出 共產黨這個東西出來 你得要有這個背景的分析 但是費政經這些人 是用他們美國的西方的知識分子 Liberalism的眼光來看中國 所以會把中國的事情看得簡單化 所以現在美國人 我們都知道很多中國人去了美國 你住了幾年 你覺得美國人很好騙啊 你跟他們說什麼他們都相信啊 他們不是好騙 而是他們的是叫Honor System 他們跟人打交道的原則 是我把你當好人 直到你對我撒謊 我知道了 我就以後不信任你 但是他們不知道中國這個文化 從鬼谷子 春秋戰國 那種孫子兵法 對不對 那種叫兵不厭詐 中國人現在這個存活 生存在這個社會裡頭 是我不能夠說都是劣幣驅逐良幣 而且你是防人之心不可無 而且你要防著對方你不認識 無事獻殷勤 非奸即盜 這個是廣東人說的 所以中國人是因為受了 這個法家的影響 比較傾向於相信 信本惡 所以我們這些人在外面 都要防著人家 中國人之間的交往是防著的 但是洋人不提防 那麼不提防 你去跟一個處處要防著別人 來算計的一個國家 或者民主打交道 你肯定至少是前幾十年 你是吃虧的 直到你上當以後醒悟 你都發覺你身上的東西 都被他偷走了 你那時候醒悟會不會太晚呢 現在很多人就是說 包括西方醒覺了這個問題 但是所以才出了一個川普 想用一個霹靂的手段 把他改過來 但是遇到了這場瘟疫 天時地利對他不利 結果他下台了 下台以後就拜登 奧巴馬 這些人又扶批了 扶批以後他們現在又說 The Great Reset 他們又說要把這個 整個世界的秩序要改變了 怎麼改變呢 你要靠世界衛生組織跟聯合國嗎 又是靠這個華爾街跟這個推特嗎 所以他們現在是淪為一股打嘴炮的 這種精英的這個壟斷的統治階級 所以你看中國就是文革以後 不用說了 這個趙紫陽 胡耀邦那個時候都承認了 直到江澤民時代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人民的素質很低 不適宜行民主的這條路了 對不對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這個瘟疫 中國的控制非常有效相對的 連《紐約時報》 《泰晤時報》說中國做得好啊 但是他們在一想 不對啊 這是不只是威權 是極權制度裡頭 加上東方人那種順從 服從 遵守紀律 這種就是說黨國八八 你那叫你說一 你這老百姓 兒子 孫子 不敢做二的那種服從的心理 所以他們西方也想想 我們自己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 那中國模式 那你能吸收多少呢 全世界 你現在面對這個Great Reset 你現在西方面對的自信的崩潰 那麼這個時候是不是你應該擁護 來自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呢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啊 你不能夠說中國做得不對啊 他比你看得先 找一步啊 他看到這個馬雲的這個支付寶 手上的大數據不行啊 他看到馬雲如果被一個企業家 掌控所有大數據是危險的 所以他把馬雲搞掉了 但是你在美國看到Twitter Facebook這些數據的青年大亨 不可一世的時候 當川普在這個國防預算加入條款 要限制他們的權力的時候 被民主黨把否決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中國最近這半年 他防疫的那種威權的 強大的壓制力跟組織力 跟把這個馬雲的這個數據的巨頭 把他以這個拿下沈萬山 跟這個虎雪岩這種模式 把他給整肅掉了 這兩步是雷霆萬鈞的 但是你西方做不做得到呢 你兩樣都做不到 兩樣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你得要自己問 我這個西方民主制度 是不是萬映萬鈴呢 還是中國那一套好呢 但是你看中國這一套 換成今天的這個日 結果是付出了什麼代價呢 是毫無知識分子 或者知識分子要晉升 要進監獄 再加上一個他們自己也承認的 相對低素質的這個人民 來接受一個威權的組織跟控制 不准問 不准想 總之我叫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留在家裡就留在家裡 要是不聽話 我把你這個門給封起來 所以現在今天中國中西文化 在衝突100年以後 經過這個瘟疫加 這個川普拜登之爭 變成了一個信仰價值觀 相對高度衝突 甚至是真空無語的狀態 這就跟美國的這個先天上 它是缺乏歷史 或者歷史感不夠強 這個缺陷有很大的關係 是 剛剛聽老師剛剛講的部分 其實不只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美國他不了解中國整個 更深度文化的一些背景脈絡 但回過頭來講 同樣的中國也許也不一定瞭解 我們在談西方的 有一些文化或一些底蘊 特別比方說老師剛剛也提到 這個自由主義的部分 你也提到說其實我覺得這個中國 到現在可能都還不了解 自由主義的真理 有人說太自由了 現在回過頭他們會看美國說 你看吧 民主太自由了 其實台灣都有 就是就是給你們太自由了 所以你們才會作亂 這個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我不確定要不要稱華人 或者是中國 或者台灣都一樣 有人說奴性太重了 真的是甘為奴 就自我閹割了很多的權限 老師你過去也談過這樣的部分 要不要請你來看 為什麼聽起來中國 好像不配或者自己自我閹割 不想要享受自由 但是我先補充一下 在中國跟西方這個瘟疫衝突裡頭 發現克制的缺點之外 還有一個台灣 這個台灣現象是西方跟中國 都不敢面對或者是不想解釋的 台灣我不管蔡英文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台灣2300萬人都是華人 你不是講國語 就是講閩南語 你跑到台灣的南部 他們聽歌仔戲祖先崇拜 他們還是華夏那一套的儒家的文化 那麼這一次對抗瘟疫我們看到 是恰恰的是中國儒家文明的優點 跟西方的科學 透明 民主 向民眾負責的那種精神的優點 剛好結合起來 所以如果今天胡思枝先生再生 他會看到台灣現在今天 相對處理瘟疫的成功 他會覺得很心晦 他會說寫出很多論文 就是說這就是我們五四 1919年的精神這個表現 當然五四的這個比較急一點 說要全盤西化 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台灣這個醫療制度 甚至比香港還要好 這個醫療制度裡頭講科學 講統計 然後面對這個病毒 這個疫苗 什麼行 怎麼行 哪個不行 都講出來 有一個透明度 然後在治療這個過程 就要講科學 然後這個是民主科學 跟儒家的那種紀律 先天下之優而優 或者是天下圍攻這個精神結合起來 所以今天這個台灣在這個處理瘟疫 我想是非常成功 但是這個世界衛生組織不願面對 這是一個政治化的一個組織 而且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 也不懈探討 即便是川普 他對政治沒有興趣 他對台灣為什麼會成功 沒有興趣 他只想把台灣作為他一個連任的 可能一個棋子 所以這個台灣在瘟疫這個成功 我想如果西方真的是以平等之心帶我 像孫中山說的 現在你拜登上台以後的東岸知識分子 應該重點研究全球化之下的 台灣瘟疫成功的現象 而且探討為什麼 然後謙卑地要問自己 我們現在自由派當權的美國 我們做得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看這個瘟疫時代 台灣模式的成功 我說一句比較誇張一點 是可以垂範世界 解答了為什麼西方民主 現在它的毛病浮現 而台灣沒有 而中國的這個威權 君主制度如果服辟 那台灣能夠避免 又能夠做得最好 跟紐西蘭差不多 我們看台灣跟紐西蘭在很相向 兩個地方都鎖果 但是紐西蘭在南半球最難的一端 它跟這個世界的交往 關係 沒有台灣這個戰略地位這麼重要 你台灣上面是日本跟南航 對面是這個福建 然後面對這個南洋 但是紐西蘭就在南極星那邊 旁邊是往往大海跟澳洲 所以這個台灣跟紐西蘭 這一次的抗議的成功的比較 然後台灣的跟這個中國大陸 跟這個歐洲西方的抗議的對照 這個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這個當然也是我們好好來做一些觀賞 這個也是謝謝老師 今天非常精彩的這些分析 也讓我們有許多反思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許多也自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 憂國憂民 所以每次看到大家的留言 給我們的一些建議 也可以感受得出大家 不管是有些有焦慮 但有些當然也抱有一些希望 但我也想起有一句話有人說 就是很通俗的這個例子就是說 你要害一個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斷地原諒他 是 我們所有的這些知識分子 你是不是一直在縱容你的政治人物 讓他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導致不可這個回復的一些災難 那這個我想今天陶傑老師 也給我們許多的一些省思 再次感謝我們陶傑老師 接受我們的一些訪問 我們希望未來還有機會 再邀請您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麻煩大家 如果你對我們的節目很喜歡 幫我們按讚 幫我們留言 幫我們轉傳 幫我們去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一同來關心 我們中國民主化的一些問題 再次感謝陶傑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指教